10月14日下午 京华大学薛奇坤院士、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向涛院士应邀来我校讲座 校领导李雪南、梅光泉和师生代表300余人聆听讲座 李雪南对两位院士来校讲学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他说 再见校60周年之际 两位院士的到来是我校的荣幸和喜事 薛奇坤院士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做新时代的开拓者为题 他结合自身经历谈了五点心得 要有不负使命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要有敢于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要有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作风 要有乐观向上不畏困难的人生态度 要有团结互助以善待人的道德封赏 并对我校学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向涛院士做了题为丰富多彩的量子现象的学术报告 他通过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讲解 带领大家了解神奇的量子世界 不仅介绍了量子这一概念产生的历程 还揭示了量子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未来发展的广泛可能 两位院士的报告鼓舞了同学们探索科学知识的热情